方便進去看 可以啊可以啊 爸爸媽媽在嗎 不在不在 好 我特別叫他們不在說 那是一個很奇怪的房間 蛤 奇怪 對對對 房間 待會兒引進去就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看過那麼多房間喔 如果不夠奇怪這樣不可以 真的有什麼樣子 都可以亂講喔 真的喔 那 到底有多奇怪 那我們一起來看奇怪房 對 真的好奇怪喔 這時候我就發揮功效 結果把整個門打住 好奇怪喔 真的耶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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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斜喔 好斜喔 你看你主持這麼久 應該沒有看過這樣子的房間吧 就我剛剛從門口 我心裡想說他幹嘛從不靠牆 結果也進來 他已經靠了眼 因為這個格局好像就是不方正 對 就萬一他傾斜這樣一邊 對 差不多應該好 大概最少超過十度左右吧 那所以你會發現說 可能這個前面其實前面比較窄 對 後面比較寬 所以這邊放的時候 床已經是平的 跟那個地面的那個磚塊是看到是平 對 可是前面一樣是貼著牆壁 可是你看那個床很明顯的是斜 是斜一塊磚塊那麼長 但是如果這樣子斜斜的睡 會影響到健康嗎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它這個度數 有沒有在這個所謂我們常提到 隨著鬼門線上 如果它歪歪的這個角度 在補好的位置上的時候 就會產生影響 那幾度是什麼鬼門 我們一般來說比如說 證的這個所謂的東北方跟西南方 如果頭斜成這個一個角度的時候 就會剛好落在那個線上的時候 就會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蛤 奇怪的事 怎麼說奇怪 像比如說有些人做夢就會夢一些 老師弄一些奇怪的夢 那如果門是斜的時候就會碰到奇怪的事 所以它看是在床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 還是門的位置在那個時候的鬼門線上 那現在這樣的格局 它能做什麼把它假裝是真的 其實有兩個 我們看過有些人是用裝潢 裝潢比如說我拉機械的地方隔起來 後面變一個床床空間 那你就是要捨棄這個空間對不對 就是要把它隔起來讓它很包含 其實它這邊可以不動 那比如說我到這邊拉到這邊騎的時候 那我可能再做成裝潢坐起來 也許是一個木頭櫃子 那你就可以白發在那裡 但是我看的時候這個床的位置就變正 裡面感覺視覺上會比較正 剛剛我們走進來的時候 我看到有那個廁所 客廳也有一間廁所 然後它這個房間主臥也有一間廁所 那它的馬桶都是朝向勇前 那首先第一個你看一下 前面已經這個床子其實前面有殺機 而且都比較偏在房子的這一邊 第二個馬桶通靠在這一方向也都朝勇前 主人煩惱比較多 剛好這一間就是主人房 所以主人可能 當然基本上住在裡頭也會有影響 因為只有主弱室那一間是給他上的 其他是給家人其他人上的 所以這樣對應的就代表我們家裡的人 在工作做事鑽錢方面來說 煩惱的事務自然就會比較多一點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是比較大的問題 那這個要怎麼化解 其實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第一 已經空間夠的時候 我可以調整馬桶的方向 這就可以化解了 那要找頭墜來耶 對啊 那這樣就是大工廳 那如果哪不要吵呢 不調整的話 第二個方式就是 在馬桶水箱的正上方 放個土中的黃雞哥 然後另外再加一個投射燈去找他 那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一定是在水箱的上面 在五星裡頭 那個土中的環境 土就是客水 客水流走 對 塞住 那水生物 讓這個植物反而變更茂盛 把水倒抽回來 那第二個問題就在於 這個燈泡一定要用素燈泡 投射燈之類的 好 原因是因為 這個土素燈泡照它的時候 這個植物才能夠形光合作用 因為它是各種不同的這個燈泡 土素燈泡它就接近太陽光 那麼植物比較會形光合作用 這有影響到風水嗎 風水上面當然基本上 如果兩張一樣的這個床的話 都會不太接力 但是因為這個目前小孩子 基本上 他比較難脫離的這個情況下 就暫時這樣子 還可以接手 對 但它其實這個 倒不是大問題 問題說在前面 那我們知道前面出去就是陽台 陽台跟前途有關 那如果窗戶打開的時候 就會看到窗戶前面有個阻擋前途的煞氣 然後冷氣的主機就放在那裡 對 是喔 對啊 那這樣子會影響到爸爸的事業對不對 對啊 而且它那個主器 前面陽台已經有一個比較高了對不對 剛好整個主機完全擋在視線範圍內 所以你看出 就是完全看不到前面 就是在視線範圍內 都被它擋住 喔 那一般講說前途發展就是 你站定不動的情況下 可以直接看到比較遠 那這樣的話 才代表不如高射 因為他現在就是爸爸的這個前途事業都受阻了 對啊 所以業績掉了50%啊 有啊 那好可怕 對 應該怎麼辦啦 通常第一個我首先 第一個我先讓他轉方向 還是要難對不對 對 那如果不轉的話 那我就會建議想說 那台主機上面 可不可以放兩隻 大概比如說放個三盆 不要太大的盆栽 那原因其實很簡單喔 如果仔細從這個地方再往前看的時候 剛好對面 那個房子跟房子中間的那個防火箱 正對就是切在這個地方 那公司直接朝這個房間的前面關 所以你說前面那個是相衝 直接就衝到爸爸媽媽媽 所以其實是關這一間房間的 所以其實我剛才提到 我放綠色植物去做阻隔 或前溫太植物去做阻隔 都是有需要的 而且你剛剛這樣一講 我發現這個窗戶問題真的非常的大 對 因為其實它等於是最內側的這個角度嘛 所以它等於是在柴位上面也開窗 嗯 所以也是漏開 對 所以它就變成問題比較多 幾乎都在這個位置 所以老師這怎麼辦 如果它柴位一開窗 它有沒有別的就是最終極的方法 呃 當柴位真的開窗的話 其實它最終極的方法就是 把窗戶換位置 蛤 你說把窗戶封起來嗎 沒有 你有換到哪裡啊 換哪裡 很多人它基本上它是把窗戶改小 稍微往內部 那個地方保留在一個手背的寬度 那第二種呢 就是說我不動窗戶 那有些人就會用木板先踩好一個手 一半窗戶的大槍 嗯 直接把它稍微遮起來 嗯 這樣子的話這兩個方式 都是讓柴位比較能夠守得住 第三種還是用這種簾子來做組合 那簾子做組合的時候 重點是不能透明不能透光 如果你稍微仔細看一下 你會發現那個光影一格一格一格 是剛好看得到 哦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 剛用這個遮 為什麼還沒有辦法達到效果 原因是因為它會透過去 那它再加一層那個窗簾就好嗎 嗯 可以啊 有一種是專門不透光 專門煮得在你頭的那種 對 也是可以的 那就不要去拍它 嗯 不要拉來拉去的就好 可是現在打開也蠻可怕的啊 對啊 像蔥 像蔥然後用那個冷氣煮精 嗯 對不對 先跟爸爸講一下 可能早一天 一下 對 一下位子 會不會爸爸邊移邊 邊發火 哈哈哈哈 可是這也是 短暫的痛苦換來 後面超久的幸福 哈哈 對啊 對啊 所以如果你現在事情不解決的話 你越放越久 那問題還是沒有改善 對 還是一直都存在 嗯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叫我們 我們來 就是要試試我們的方法 對 好 對不對 老師這麼好 沒有問這麼專業 對不對 我們兩個本人比這次很漂亮 你 為什麼要突然這樣 哈哈哈哈 哈囉 謝謝大家的觀眾 為助攻 小姐一切真理 加油 你要好好保重喔 然後不好罵身體 好不好 全家都幸福平安 好不好 最最快樂 辛苦你了 我很開心 那個壓力 那個責任 報告出來都良性良性 好 平安 平安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農曆十月二十到十月三十 這段時間 你到底有什麼小的差別呢 如果你是我們所說的 十一月生的農曆 那麼在這段時間 破財破財破財 花錢花錢花錢 盡量花自己想花的錢 農曆十一月生的話呢 在這段時間當中 我認為你個人 跟子女的互動 互動很差 爭執比較多 小孩頂嘴啦 或受孕困難的問題 稍微小心 農曆十二月生的人呢 在這段時間 我個人認為 夫妻爭吵啦 找麻煩啦 或者互相懷疑 你猜忌到有所畢竟